李光帝弹劾失败被打入大牢 在这件事上自然而然地达成同盟 让人不免觉得哪怕是死敌 只要有足够的利益也能坦然相对 而康熙则因为李光帝的不知进退烦闷不已 所以来到苏麻的住处袒露心声 李光帝这个人怎么样啊 苏麻倒是觉得李光帝倒是光明磊落 面对强权敢于发声 只是形势过于偏激 这才致使索额图与明珠联合对抗 这家伙当众指责四人 连朕都下不了台 这 这真是数生义气了 不过 他说的可能是事实啊 对于索明二人的本性 康熙心里自然明镜 这不过是他们组成的临时统一战线 但是为了对付格尔丹 还需要索额图辅佐太子监国 而老大跟明珠则要跟随自己攻打格尔丹 只此内忧外患之际 为了稳住他们 只能暂时牺牲李光帝 皇上 难道要杀了李光帝 这心有点累 苏麻却很坦然 你也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 不用放在心上 有空 去牢里看看李光帝 让他死得安心一些 哦 别说是朕的意思 幸好有康熙的提醒 苏麻来得足够及时 看到李光帝已经在做死前的热身运动 赶紧派人将他救下 你这意思 只会遗仇万年 没人替你申冤 暂时平息了内部问题 康熙终于下定决心清征 这一次 他绝对不会放过那个洋洋得意的格尔丹 更是为了了却当年未能完成的心愿